夏天來臨許多學院已經開始開冷氣上課 若溫度過高容易導致學生身體不適 然而眾多學生出入的圖書館 冷氣溫度太高 學生反映讀書環境過於悶熱 圖書館嘛 我覺得它的餐飲室有時候會比較悶熱一點 可能是因為門關起來好像是整管流通的冷氣 所以有時候餐飲室的部分可能就比較悶熱 尤其是人多的時候會更加嚴重 因應行政院與學校節能政策的實施 圖書館將冷氣溫度調升一度 希望學生共體時間 那現在學校因為行政有要求我們每個單位 就是每年就是都要比往年減少1%的一個 用節電的一個壓力 那我們所以我們變成說 除了在節電的考量 除了比如說在空調 在照明 在那個一個其他各方面的一個用電量 我們都會去做一個節能的一個措施 那所以我們想說 尤其在夏天這個用電量算是一個高峰期 而且夏天的電費也是比較高 那我們希望是說 是不是可以大家能夠共體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有調升一度 那我們圖書館總共有34區 那每一區它都有獨立的感應器 因為每個地方它的溫度有時候不會很平均 因為有日照 有一些是剛好西塞的地方可能會比較熱 如果說同學有反應 有感覺到特別熱的時候 隨時可以跟二樓服務台那個同學反應 他們隨時可以跟我聯絡 那我可以來看看是 是不是真的那個地方可以再調涼一點 然而許多學院曾發生下課後冷氣未關閉 上課冷氣溫度過低 和學生穿外套吹冷氣等情形 資源有沒有被妥善運用 人人有責 我是覺得第一點就是那個教室沒有人 但是有開冷氣這點是還好 因為我們系上的話就是 雖然可能沒有課程在使用的教室 就是會有學生進去使用這樣子 但可能因為他只有一兩個人在使用 所以可能就是雖然沒有到沒有人在吹 但是只有一兩個人在吹的話是相對還是有點浪費這樣 全球暖化嚴重 我們所花費的資源應該要對應到生活上的需求 然而圖書館溫度調升一度 在思考如何節約之餘 讀者感受也要納入考量 中正醫報李志凱宋惠玉 中正大學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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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